大家好 早晨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一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早出門口最好是帶一把傘 如果早上從維港看出 可以見到雲糧比較多 事實上如果看雷達圖像 就可以見到今早不時有些咒雨 和雷暴影響本港 局部地區的雨水還要比較大 大家留意出門口最好是帶一把傘 同時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雷宋附近有一個廣闊的低壓區 為那邊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我們預料廣闊低壓區 在未來兩天會橫過南海北部 兼且有可能進一步發展 留意未來強度仍然存在著變數 無論如何受到它的影響 今個星期的中期廣東元岸地區會多些咒雨 風勢都會比較大一些 接著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是大捷多雲 有幾陣的咒雨 局部地區的雨勢會比較大和雷暴 而去到日間的時候 會是短暫時間的陽光和炎熱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32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東風 節目方面我們預測明天會是短暫時間 有陽光和炎熱 不過大家要留意 去到今個星期的中期 咒雨會比較多一些 風勢都會比較大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